追踪的就是面对疫情的冲击 政府已经火速通过了纾困条例 如果对生活造成影响 可以申请防疫补偿 另外航空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交通部长林家龙 因此想要向经济部争取 振兴抵用券可以用在购买机票 或是机场内的消费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的方式 即纾困振兴特别条例制定 通过 纾困条例三读通过 火速送往总统府 由总统参议文完成签署 公告法案生效 希望朝野各方可以再度攜手 尽数审议特别预算 提供防疫最有利的后盾 纾困条例可以编列特别预算 上限六百亿元 当中规定面对疫情 医事或防治相关工作人员 应该要发补助或津贴 受隔离检疫或请假照顾家属者 可申请防疫补助 另外确立防疫隔离假 被认定居家或集中隔离检疫者 任职单位应该给防疫隔离假 家属为了照顾也可请假 但在业党认为还是有些地方不够完善 隔离假以及防疫照顾假 到底是有薪假还是无薪假 这件事情是最大的争点 虽然有所谓的可以请领防疫补助两年内 但是老实讲那个请领程序很冗长 大概没有人会请领 如果是企业界 他们愿意提供薪资 政府就给予相当的优惠 但是不会去强制 因为强制如果给这样的假的话 以后不可抗力的天灾 大概都会要求说这个政府来做散财同质 执政党对此解释 另外受到疫情影响 航空观光等产业大受冲击 交通部长林佳龙想向经济部争取 顺心抵用券可用在航空业 像是购买机票 或是在机场内进行各项消费 什么样的行业纳入 什么样的行业没有纳入 我想这需要由行政部门 做一个通盘的考量 各部位都可提出讨论 就看政府如何规划 再交由立法院编列预算 希望能够替民众 与各行各业分担疫情压力 东西小王伟辰 周知平台会报导 期待着